香港政府星期五宣布收緊機組人員豁免檢疫安排 由今個月20日起 機組人員如果在21日之內曾去過中國以外的地區 必須留在航空公司安排的機場酒店自我隔離 直至到下一班機 如果離開機場範圍 機組人員就要在指定酒店檢疫14日 因應新措施 國泰航空推出閉環式飛行安排 機組人員飛行21日之後 要去到國泰指定的則如沖香港冬魚酒店隔離14日 之後會有14日假期 期間機組人員要接受當局規定的7日醫學監測和兩次檢測 即是本地機組人員最少連續35日不能回家 而前往內地、台灣和澳門的航線 或者沒有在客的航線就可以獲得豁免 這行措施暫定維持7個禮拜 國泰要求機組人員 在下星期四之前簽署同意安排 完成閉環飛行之後 員工可以按立即獲得每日280至450的津貼 如果員工工作期間 認為自己無法繼續飛行 也可以隨時退出 但就不會獲法津貼 國泰也會補貼員工 酒店隔離期間的住宿和膳食開支 國泰發給員工的電郵中說 理解新規定影響機組人員和他們家人的生活 會盡量提供協助 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秘書長葉偉銘表示 不少國泰員工知道新安排之後覺得兩難 如果接受安排 將會超過1個月 無法與子女相見 不過若拒絕簽署同意書 飛行時數可能會大減 直接影響收入 根本無法選擇 葉偉銘又說 員工也擔心21日封閉式飛行 難以休息 可能影響健康 建議國泰和政府協商平衡各方需要 都望記者陳婉 今天疫情就可以少些人吃嗎 例如子女這樣 這個年26 明天那個年29分開 做什麼都會變通的 不要說不變通 平時大家一起吃嗎 以前是 現在試試新鮮 一年而已 不是一輩子 不是一輩子 一輩子 計個% 20% 少了兩成生意 差不多 不覺得是什麼原因 是否大家 不太有心機過年 那樣 其實是否疫情之後 生意都是一般 正常都是 疫情是 之後就開始 即是說 第四波之後就很差 大家是否不太敢在街市買東西 我覺得是 超市好看